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31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点击节目 来看看更多的新消息 中美现在虽然表面看 互相打嘴仗 好像是随不负随 矛盾很尖锐 实际上还是有些交易的 上一场讲到中美这次换球 这个是第一次是今天 美国之音报道了 对吧 这挺有意思的 上一章已经讲到了 不许重复了 那么你在看经济领域的 今天又有一题 人民日报刚发表的 中美金融工作组举行第六次会 也就是说已经举行了五次了 也就是上一次拜登和习近平两个来 是吧 见面了以后达成了协议 当时不就两个手吗 是吧 其中有个金融组还在上台 也包括上一场讲到的 在夏威夷的军方的碰撞 对吧 这次是人民日报今天刚刚发表的 你看中美金融工作组 那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二次年十月年会期间 已经举办了 你看在美国华盛顿举办了六次会议 你看十月份的新闻 没什么现在拿出来 这就很有意思啊 说会议由中国人民养放行长易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叫奈曼 他两个举办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还有美联储美国证则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这些部分参加 研究什么问题呢 研究了宏观经济金融形势 货币金融政策 金融稳定监管 资本市场 反起钱 反口融资 还有呢 双方关心的金融政策 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建设性的沟通 这个不须多讲了 我要告诉你 中美这个关系 现在给我感觉 谁也不想打仗 那么等到老川谷上来 那更是要冷战了 不会热战 但是如果贺锦丽还在台上 那就不好说了 为什么 因为中共咄咄逼人搞这个台湾政策 威胁台湾 说不定哪天就擦枪筹火 只要一擦枪筹火 老拜登已经讲了 老拜登已经态度非常明确 美国是要保护台湾 但是现在川普没有这个承诺 川普讲叫假税 要交易 对不对 一般商人呢 什么都可以交易 这些我们先去不讲 关于台湾问题 上场已经跟大家讲了 这个预报了 这个今天看到了 这个美国之音 今天这个不是美国之音 法国 这个万维网 今天有一篇文章 就专门讲到的这个台湾问题 这篇文章应该讲 值得一读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关于 有一个老外写的篇文章 刚才我放到网络上了 这篇文章是 万维网那个编辑 这个编译报道的 一般来讲 它编译报道的文章 就是比较重要 就讲到台湾问题 这篇文章是一个退役的 美国的 这个军头 美国的一个军人 不是军头 他写的 他的题目叫 阻止台海战争 美国有新招 但是我看了半天 最后 也没拿出什么新招来 但是看这篇文章 还是有个特色 他就讲到 是国会山报发表的 美国陆军 陆战队 美国海军中央队的一个上尉 也不是太大的官 伊拉克战争 退役军人 他叫尼德斯 他写的 他的意思是 随着战争在欧洲 中东和非洲四孽 北京再次向台湾挥舞军道 中国通过这样做呢 把注意力啊 重新吸引到了东亚 提醒世界 正面临一场 更具破坏性的战争攻击 怎么办呢 为了防止这个冲突 他出了个点子 美国必须确保 中国知道 冲突的代价 高得令人 无法接受 他的意思 现在在这个问题上 就要正视中共 如果中共确信 三个条件得到了满足 那么北京啊 试图强行统一台湾的风险 拉打增强 首先是什么呢 解放军建立足够的地区军事优势 可以赢得与美国及盟友 在台湾周边地区的战斗 第二点呢 是北京将冲突控制 在他们选择的战场上 也就是选择了战场的范围 靠近中国近门 美国远 优势在中共这个 第三次经济影响啊 相对比较小 说美国的规划者们呢 专注于把台湾变成 难以消化的豪主 以对抗北京 现在不是卖武器给这个台湾吗 对吧 这就是必要了 但还不够 说只专注于台湾的防御啊 就是把主动权供首给装弓了 让他们能够寄中 寄起力量 专注自己的目标 说如果美国真的要想威胁北京 就要提高这个赌路 他出了这么一个点子 他说 十字超过中共愿意付出的代价 但是他没有什么具体内容 他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全球大国 已经获得远离其边界的衣服 美国应该准备好 针对这些脆弱资产 来回应对台湾的攻击 然后他就讲到了这个背景 就马六甲海峡 就是先人一线的起点 说中国呢 70%的试用进口 都经过这个地方 就台湾海峡 说北京不愿看到海峡官邸 因为海峡这个地方 是一个黄金水道 无不流从着走 对吧 说中共国还依赖庞大的渔船 数以千计的磁热攻击范围 超出了中国海岸 是成熟的目标 如果呢 没有海军护航 这些资产 很容易被大量摧毁 即使那些海军规模不大的美国盟友也能换到 也许是中共要考虑到以美国为首 就为了美国赚着小兄弟们 将来会采取军事设施 说这些例子只是皮毛 中国在全球太空和网络上存在无数的军事和经济弱点 他的意思你不要只盯着这黄金水道这些防御措施 更重要的准备你要从全球的角度 太空和网络 甚至太空和网络上 要找到什么中共的弱点 这个意思经济的弱点 每一个都需要动用解放军力来保护或者牺牲 这些弱点呢 使美国军力能够利用其相对解放军的优势 随时打击的能力及全球的盟友 就美国要利用这些优势 在这个全球的范围里 不要把目光紧急去线台湾海峡 这个意思 而且呢领域要扩展到太空和网络 可威胁中共国在台湾海峡以外的利益 恶使北京考虑 是否愿意看着 愿意冒着广泛的经济损失 扩大冲突的风险 试图多去台湾 这就是他出了点 提高中共国打台湾的成本来 所以这将使解放军 继续维持所需要的压倒性力量 具有挑战性 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呢 还必须为保护马六亚海峡的开放 保护他们的渔船而奋战 那么他们就必须转移 原本可以流向台湾的军力 就可以改变他的政策 他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将使华盛顿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的转变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倾向只将冲突扩大 看成是需要避免的风险 这单用是有道理的 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核大国 这种许多人警告 现在和崛起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他说就像个火药桶 针锋向对的升级 有可能为灾难性的核武交火铺平道 他意思是中国和美国都有核武器 一旦打起仗了就后悔模式 这也是老叫重弹 他后边这篇文章 就是后边这两段有点心意 我还是给你们接着接着 他说如果让北京相信 可以确定对自己有利的台海冲突的范围 又使他们发动攻击 那就是鲁莽了 特别是因为中共国本身 不大可能将其仅仅局限在台湾 而意思就是说如果打仗的话 很可能中国不光打台湾 他会打什么日本 关岛和其他地方的美军 对他们进行发动袭击 防止他们干预 那就等于世界大战了 那美国也可以干了 他说习近平甚至可能依靠平壤攻击韩国 在他占领台湾式进行的分散内部的注意力 说为什么我要给你们读这一段呢 你看这个文章就知道了 这个习近平这个张有霞为什么 果然间就是说高调的亮相啊 好像给我感觉不是习近平要下台的迹象 反倒是他什么习近平准备一张打仗来 有个承包制 就承包给张有霞 因为他胆小和老张 一旦打仗就靠你 我可不行 因为你打起仗了 他就不能靠中少军给他传达了 他现在和平年代 统治这个国家 习近平是控制着权力 实际是象征性的 就是说什么事都听中少军 中少军就去摆论这军头 所以现在军头都把矛盾对准了中少军 你看军报昨天发表的文章 讲到大秘 那不就指他吗 他不敢批习近平 那批习近平怕习近平收拾他们 对不对 所以威凤和和李尚夫这个事 为什么没判到现在没宣布 我们军头们都不服 都说这是中少军挑不理解 他们把矛盾对的中少军 所以现在你要一打起仗了 可不是吗 你就再不能靠中少军了 你就靠军头自己决定 你要是不自己马上决策 他怎么应战 所以这张军下获运 我认为他是应战的准备 他不是像有的人讲的是 李毅平就这个张武侠当军委主席 张武侠怎么能当军委主席 张武侠那个年龄 多大年龄了 比习近平还大的 是吧 而且习近平和张武侠 全是捆绑到一起是铁哥们 你在看今天这个 我看用那个子民体 咱不讲是谁了 都是这种地形吗 就发这么一个视频 讲说张武侠的眼睛 看习近平是别瞅悔的 但是我问你 你把以前看张武侠的眼睛 永远都是这样 张武侠的眼睛却很凶恶 他为什么 他老给自己定位成一个打护仗的 因为在中国大部分都没打护仗 你只要打护仗 就觉得了不起了 是吧 那个眼睛充满仇悔 你一直随着我都给你灭 不行我揍你 他老是这套东西 其实他 我跟你讲说张武侠现在在那边打仗 也是不堪一击 我就跟你讲吧 因为他打那个仗都不如我第一次参战 我想中共建政以来真正打了这套仗 就是抗年朝战争 也叫韩战 对吧 以后那个越战也好 还有那个印度边境的都是小斗器 哪叫打仗 你那个这次万和谷和命和万和谷那场战争 那叫什么 那冷兵器 那就等了仿照乡下老娘们 这个耍鼻的撕裂 你看乡下老娘们打仗不就那样了 习近平就是乡下老娘们的水平 我就跟你讲 不是我埋态的 习近平是最没出息的人 所以他现在害怕 一旦打起上次怎么办 老张你扶着我不管了 我告诉你 老张说行 扶扶 我管就得有些会议的我整了 你就别惨恨 他是这样 以劲力推 不太像 武中全会 习近平就要下台了 咱别忽悠 忽悠没有用 你包括何卫东 为什么在下面做 也是一样 打仗要老张负责 老何他能打仗吗 老何是拍马屁上来 没打过仗 当时靠红西 又行 何为能上来 就像当年 那个王文不就是吗 为什么那些老家伙 叶剑英啊 旺东兴什么等等 那些当官 都烦这个叶剑英 不是叶剑英 就是这个王文 因为毛泽东是看军图 他们老子整事 整的毛东挺烦的 老何毛去拍胸铺 不拍老子 毛东也没办法 毛东找一个王宏文来制衡他 我跟你讲 就像何卫东 又何卫东在制衡 这个就是江右侠 说一再又江右侠 算岁数大了 一旦死了怎么办 都迫何提拔这个何卫东 就是连尊王元都不是啊 就是二十大代表都不是 啪提为一个副主席 让他篡声 觉得仿造王宏文一样 忠诚四起 但是那肯定军图都不服 不服现在就得往下往底下坐 因为现在马上要打仗 这不是开玩笑 你要如果现在 你就像现在来讲 如果是北韩这次参战 参战是吧 给这个乌克兰军队打的够猛的话 那乌克兰肯定不干了 我好多人打到今天 那北约也不能干了 南韩就着急 因为你中国战争历练 你这些韩国士兵 回来以后都成为军头 天真我 他也在参战 对不对 至于怎么参战很难讲 战争有可能马上就爆发了 我跟你讲 朝鲜战场 就是朝鲜半岛最容易发生战争 因为一旦发生战争 美国国会不用授权 这些就打了 他战争没结束 韩战 就我爹才想战争 到我这一代 还没结束呢 对不对 所以张又霞承包了 这个法杖的任务 现在走红 我认为是这个原因 所以这篇文章 最后肯定是出这个点子 还在值得关注的 他最后一段是这样讲 他说 当日本人吸取珍珠港的时候 他讲过去 他们认为一场快速 决定性的胜利 将是他们与美国战争的 开始和结束 他见没有 他将你吸取历史的教训 这以误判导致了四年间 数百万人丧生的太平洋战争 他回忆太平洋战争 他说哈马斯 珍珠港和伊朗 是假现在的 红将认为他们可以限制 与以色列冲突的范围 现在正承受着错误的后果 你看看 哈马斯现在肯定后悔 珍珠港现在干掉多少 可后悔了 说为了防止北京崇岛 他们的负责 将世界进一步拖入战争 美国必须表明 攻击台湾的后果不可容忍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 有关台湾的战争 而是一场有关中国 中共国为了全球命运的战争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在纠结 又想把台湾打下 又花输了以后 中共政权彻底完了 然后元老们各个都在 他就像小鞋子钻老母亲 那个乙不一样 翅膀不让打 对不对 温家宝也好 李瑞怀也好 他不是为了什么民主 为了老百姓 他们的本质都一样 我跟你讲 他就为了维护他的政权 他才能行吗 他输了咋办 输了吗 你跑了坐飞机 四十一时 你把钱的人转到南非去了 南非非洲发展 今年一百多亿美金 您家又切花了 我们这人怎么办呢 一定是这样 他们讲话绝对不会像我们这么 这个 这个习近平对外宣传 那种虚伪的 那肯定很直白的 对不对 那当 那些老头们 你就想往哪跑 你要打起仗了 我说心里话 就是你身边这些 护士 警卫 什么一省 跑的都干净 一个人没有啊 你就是个干部老头 你比如说 你闻家宝吧 你就是一个干部老人家 你李瑞怀就脱嘴 你去找谁 就菜鸟 人能跑的 这习近平能带几个跑给他娘带着 他老婆带着 孩子一打拖的坐飞机 二三十 最多二三十个人 瘦一声跑 也就几个小时 人到南韩去 南非去流亡政府了 是吧 国际上开始追讨 那这另一个议题 那九千万党员 留下 中南韩南院 北院 也不过就是这么 摆了世界 这咋办 你给我讲吧 你就菜鸟吧 就光低端人口 得罪了几十万 到那一天 你想 那些老百姓 涌出了 就搞头贴血都拿 就找菜鸟 你哪往哪飞 这才几天的事 文化大革命 是吧 如果你不相信 今天要给你看 今天大新闻来了 是吧 今天是看中国网站 今天告诉我们暴力革命 在中国发生的 是什么呀 这还吓人 我跟你讲 你看今天那个 这个 轻爆 你看 俄北 派出所爆炸 警察谁死伤 造民众报复 这个是大新闻 跟你讲 看中国网站报道的 而且这个消息呢 是2023年5月6号 发生的事 现在出来了 谁给批误出来了 哎呀 这有意思 赵兰介 披露的 他为什么现在 给披露出来的 这都是有背景 我跟你讲 他就讲 河北狼房 河北什么地方 内斗非常激烈 胡志华的老巢 发生的 狼房 大城县 藏屯乡派出所 23年5月6号 发了大爆炸 官方公布呢 说是烟花 爆竹引发的 实际是假的 使老百姓 经过严密策划的 报复行动 看见没有 他说10月31号 前中国媒体人士赵兰介 赵兰介就是给那个铁带女 送温感 那个年轻人 那年轻人聊不得了 他发了很多东西 还有来头 他的独家消息 公安部内部的消息 河北狼房 内线警察和国宝 给他传出这个珍贵的情报 看见没有 就体质的一关 也不满 你知道吧 传出来了 这些警察是 极少数有良知的 觉得呢 当年在铁链女 举证过程当中 他们的行动 太对不起我了 现在这几个警察的 家人 使用的失踪了 就想起了铁链女 和当年被他们纠缠的 赵兰介 他为什么给他这个消息 这是视频 为什么警察给他 他给传出 这个警察一次烧得 可怀 正就可怀了 他说爆料成河北狼房 达城县 藏吞响 这个派出所 当场被诈死四个警察 两个粉身碎骨 五个重伤 这是一场严密策划的 老百姓的报复 报复行为 由于这次报复行为 中共不敢公开报道 其实这种事故已经很多了 越来越多 他为什么不报道 报道怕别人仿效 共产党就完蛋了 知道吗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现在这场大革命 正在进行 共产党吓死了 他说建政七十年来 极少数的 完美爆炸策划 也就这是 一些反对共产党的人 是吧 遭到警察 镇压老百姓 这人物客人 最后进进行策划 上访没有路 是吧 打到国外是没有门 不行 我给你办理 是吧 这就是 就共产党的害怕 这个 为什么习近平现在 你看打了头了 开始采取各种办法 狡猾 开始一个是穿出风声 李强结伴 陈敏尔结伴 你看他三中全会 结束以后 第一件事 我跟你怎么讲的 所以我们这个媒体 首先讲的就是什么呢 第一件事 三中全会 你看到 结束以后 有这么几个诡异的事 我再强调 一个是彭女儿 突然间参加非洲的会 就证明说 他害怕 他要跑 等不到 他家族要跑 他就有钱 就在非洲 你就想吧 他家族逃到亚洲 对写 太近了 逃到美洲 哪有容身之地 抓都抓 逃到欧洲也不行 只有非洲 这为什么习近平 搞一带一路 为什么这么多钱 砸到非洲 为什么对这非洲领导人 黑不六区的 都当成爷爷对待 儿子的 来送送我留学 还要给找女伴 这都是留后路 他知道坏了 我就给你 你就得起这么多人 怎么办 所以现在习近平 为什么应该 昨天又提文化强国 你们以为什么意思 他还是想搞帝王 你懂了吗 他只有爸爸儿子 辅上他在安全 他现在这还是 一个缓兵之急 我认为 但是他不可避免 现在一场革命 已经开始了 他害怕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 非常重要 他说 藏屯乡 派出所的警察 经常合法 抢劫老百姓的财产 把抢劫来的藏物 囤挤在派出所后院 被遭受警察 打压的民众 利用了这一点 就在多次被没收的烟花暴族中 混入了什么黄色炸药和遥控装置 通过遥控炸毁整个派出 你看这多真实 就他老抢着老百姓钱 钱财 抢完他就放后边 那老百姓也想 他娘子 你老抢我这么 我这都哄死你 算了 老百姓现在有的是办法 有的人聪明 你不要以为老农民就傻 老农民有的 惊得不得了 我就告诉你 七十年代我1974年下乡的时候 我都特别震撼 我第一件事到老农民家去访问 那个老农民我记得清楚 那是一个二十多岁年轻人 咱们是知情下去接管那个大队 是六个人 那个人高 就是我们恨共产党的官员 他是指大队党主书记队长那些人 咱们恨着压根一样一样 他讲的是那压咬的 我永远不忘了 那脸都是轻的 他说咱们就就是 那时新一线炮子不是 古炮大队 叫鱼婆生 叫这个 底下一个小队 当时那老百姓就这样 哎呦我天 我才知道 你想恨了多少年 你这么讲 现在共产党那要是出 就是大革命来临了 就到一定程度 正好打起仗了以后 就比如说打台湾了 他陷阱就打不下来了 他想象是吧 老百姓都打台湾 没那么门 后院早就着火了 不知道就马上影响内蒙 古兰福的家族恨他 现在怎么恨他 胡春华的人恨他 西藏 阿拉拉麻人 大来喇嘛人也恨他 陈全国人也恨 新疆 陈全国也恨 维吾尔人也恨 你就想想吧 这是这几个地区 香港 香港人人恨 香港这么讲吧 99%老百姓恨 那个1%更恨 我感觉这都是假的纵诚 就那个叫李 现在客手李家壁是什么 警察 警察那个 就那种人都不恨 是吧 台湾就马英九了 对吧 马英九还想当特首 第一人特首 他那脑袋完蛋了 我要告诉你 就现在中国要打起仗来啊 两面人 一切全变成一面人 你就看这移民过来 这些企业家老板 我见了好多 你说哪一个 你心里不对过呢 你就跟我讲 他不恨来个人来干嘛 但是他 他因为工厂 然后方生产机 在国内 他都对不起 所以基本就有脚投票了 是吧 财产还都转移到这 来了 来会怎么费呀 这两边都占便宜 等到大革命要来临了 共产党要垮台的时候 他们就不需要掩饰了 意见就完了 所以工党现在我跟讲 统治风云票也很危险 这是个典型的案例 就等于有些老百姓 人物和人 就要哄他了 是吧 而且体制内官员 给这个视频发出来了 他说呢 河北狼房的这个警察 也寸恨现有的官僚体制 他说他们也认为 大成的这些警察 被诈死是应该的 这几个被诈死警察 太贪财了 大钱小钱 择手段的老缺 赵兰剑说 中国现在爆发的警察 集体合法抢劫远洋捕捞 就是当下社会的 整体的一个缩影 就讲到警察 现在就开始 抢了一些钱 尤其尤其静气不静气 所以能发生这些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有没有 我给你放一点吧 因为是赵兰剑的版权 你放一点 你就看着现场的情形吧 对不对 这不是开玩笑 绝对是真的 就是大事件 一个视频呢 他发在 应该是发在这个 推特上面 然后让这个 这个看作网站转发了 我给你们看看 在现场有个视频 我给声音打开 今天早上我听了一下 很吓人了 现场 你看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视频 大只能配个音乐不好 他这个爆炸声啊 十七笔幅啊 围观的老百姓呢 是绝对是拍手称快 一般这种事件发生以后 老百姓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喝不得都炸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灵灵最烂的 他这个配乐不好 怎么配这么个月也算了 是吧 乱糟糟的啊 因为他有视频 还有图像 这是个真事 我要告诉你们 就现在眼下的形式啊 那么还有两篇文章 点单给大家介绍 介绍一下 就是美国 自己有一篇文章 讲到什么 讲到美国的经济 现在美国经济好 你看 美国经济韧性超预期 明年世界经济 前景看好 这篇文章都有数字 同时还有一篇文章 讲中国的经济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 习近平现在很麻烦 你看 中国消费低迷 拖累国内和世界经济复苏 改革需要付出政治代价 正好这两篇文章 组合起来 你看一看吧 你就知道眼下是什么形式啊 就美国现在 你虽然 因为川普现在和拜登瑞亚竞选 对不对 川普就讲 就是拜登做的不好 对不对 贺景丽就讲自己做的好 这是党派之争 但实际情况 我跟你讲啊 因为美国最近 今天很客观的 给你报道了 就是美国眼下的 整个的这个经济形势 这个整个的经济形势 他做了一个概括 讲到美国的经济形势 他用了一个词 就是任性 他说美国经济的任性 增强了经济学家的信心 他说让他们从今年年初就大幅提升了 今年的 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因为美国经济好大国嘛 和中国经济的问题都影响两个世界 他说参加路透社调研的调查的经济学家 是500多个人 人家这个都是权威人士 调查是在9月30号到10月30号直接进行的 他说由于风火膨胀大幅回落 世界大多数主要央行目前都将价格压力 控制一定范围之内 或者实现了他们各自设定的通胀的目标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幅度是3.1% 大大高于1月调查得到的2.0 也高于4月份的2.9% 与前三个月 三个月前的调查结果基本上一致 于是他们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增长 速度大致可以达到3% 今年早些时候人们普遍担心美国基础利率达到最近几十年最高水平 这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点麻烦 但是呢美国经济任性之强大大超出经济学家和市场的预料啊 但你看中国现在经济形势 而且中国的经济形势是一个虚假数字 我就跟你讲熟悉数字观 别人不能披露数字 只有政府允许的人员 就习下去允许的一边披露 那不都假的吗 即使是假的也不好 它是告诉你这个整个中国现在目前的这个形势 世界银行预期啊 今年中国GDP增长4.8% 低于5%的目标 实际上4.8%它也是假的 我就跟你讲 我搞不好它的复数 你就看国内 你就回来那些人告诉你一些事吧 对不对 他讲到你看这家金融机构啊 预测到2025年经济增长将进入下滑到4.3% 中国消费需求低迷可能会拉低全球经济增长力 不是影响美国世界地区经济的企业的前景啊 好这个这个文章你们可以自己找来看一看吧 就中美这个比对啊 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着什么最危险的这个国际局势 国内经济最低迷的形势又是什么 正好是电小二门最最务能的这个板子 最愚蠢低能的这一群电小二门在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中共政权的奔盘我给你讲嘛 你可以讲已经是近在年前了啊 那么但是正因为这样 习近平有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 就不是一把 因为他这个人所愣了八戒的是吧 敢干 有可能挑起战争啊 所以张务霞才占到了前台啊 呵呵 我告诉你们啊 好 谢谢再见 谢谢